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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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林达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 下午的2点31分 台湾股市今天收盘还不错 涨了61点 可以说是在亚洲股市里面 相当强的一个市场 你看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普遍 除了大陆以外啦 普遍都呈现下跌 这里面跌最重就是日本 跌了279点 香港小跌 新加坡是在平盘 南韩首尔也是在平盘 昨天晚上欧美股市的部分 欧洲是跌的 欧洲平均大概跌0.5% 因为昨天德国发布 新的经济数据 比较不理想 所以在涨多之后 昨天做了回挡0.5% 美国股市昨天 比较耐人寻味的地方是 稻穷昨天跌62点 那我今天在盘中节目里面 跟大家讨论过 跟大家报告过 昨天稻穷跌是因为 可口可乐的关系 因为稻穷工业指数 它只有30家的成分股为 所以每一家权重 都举足轻重 昨天可口可乐 说了 接下来会跟欧洲的子公司 会开始进行合并 那这里面会有收购价格的问题 那应该是收购价格定的 不是很漂亮 所以昨天可口可乐 一天跌掉了24.7% 所以把稻穷的指数 一下子压回这么多 你看反正NASDAQ跟费城半导体 这个代表科技的部分 昨天就维持持续的上涨 所以你看稻穷的涨跌 你要去了解它的原因 不能因为简单的涨跌 来判断对台北股市的影响 像昨天可口可乐跌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以今天台北股市不是有干扰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好 今天亚洲股市的部分 主要强势还是在大陆股市的部分 大陆股市的部分 目前深圳涨了快1% 这也是上涨的第二天 昨天涨了4% 今天又继续涨1% 有继续攻击的机会 你看这是完真的喔 我之前就跟大家谈过 今天最新的报导 高盛认为MSCI 把入股的A股 纳入成分股的几率 高达7成 高达7成 有这样的一个高预期 本来市场就会事先先押注 不会等到他宣布 但他宣布的不会有啊 我在上个月的时候 一直跟大家 谈到这个 有没有 MSCI6月份将讨论 是否把A股纳入成分股 当时我一直提醒你 那指数当时一直都没有动 现在终于开始动了 现在终于开始动了 这个是完真的喔 为什么说 我说是完真的 因为你看成交量就知道 你看成交量 我不知道 一般来讲你们可能查不到 他的成交量 没关系 因为我看了实际资料 比你们更完整喔 我把他的成交量跟大家 报告一下 你看礼拜一喔 礼拜一这一天 今天是礼拜三嘛 礼拜一这一天的时候 还没有涨的时候 两个市场 上海加深圳 两个市场成交量是 3335亿人民币 其实也蛮多的 如果说你换算成台币的话 就高达1.5兆 台北股市间才700多亿而已 人家礼拜一在闷的时候 还没动的时候 有1.5兆台币的成交量 3335亿人民币 昨天礼拜二大涨4% 上证大涨3% 你知道两个市场加起来 成交量多少你知道吗 两个市场加起来 成交量高达 6315亿 量爆出了一倍的成交量 那爆出一倍的成交量 代表整个市场的动能 已经开始汇集了 所以我说这是圣津 这是完真的 在我们录影时间还没有收盘 目前最新的成交量 两个市场加起来是 5545亿 但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 应该会累积到 6000亿的成交量 所以从成交量的角度来看 这是完真的喔 录股是完真的喔 你看我们在上个礼拜 上个礼拜我们连买两天 这是我们盘中 给会议所有的讯号 第一次我通知我所有的会员 互生二叉 10.5买 停损10.38 风险才一毛钱而已喔 礼拜三 再通知一次 开盘 9.8分 就通知了 互生二叉 10.5买 停损10.38 连买两天很好买 因为当时最低有到10.45 你看 连续两天涨上来 11.32 这是昨天的 今天一度到达11.5 这样就10%了 你就要10%喔 这样就快10%了喔 所以可见的其实 行情就看你会不会做而已 行情就看你会不会做而已 我跟大家讲过 ETF我建议你用融资没关系 你看前一波互生二叉 高价倍 28% 如果你用融资的话 就高达70% 不会输股票 不会输股票 你如果用现股 当然就会比较闷一些 利润可能没那么大 那这一波 互生二叉 我们现股又10%了 融资呢 融资就25%了喔 这个还没开始喔 才刚开始暖身而已 才刚开始暖身而已 大陆股市最近 你务必要特别注意 今天台北股市涨了61点 今天台北股市涨了61点 亚洲股市反而都相对比较弱 这是对的啦 为什么说是对的呢 你看昨天台北股市收平盘 可是亚洲股市全部大涨 因为昨天MSCI调整权重 所以法人圈它在调整股票 在调整股票的时候指数收平盘 没有跟上昨天亚洲股市大涨的一个气势 所以反而今天亚洲股市收平盘 台北股市补涨 补涨 补昨天没有涨到的部分 所以今天WC去61点 这是对的 只是令我们比较觉得惋惜的事 那我们觉得比较可惜的是 今天量还是只有757亿 昨天的1100亿里面有450亿 是最后一盘法人换股出来的 所以可见得动能还是没有上来 很多人还是不敢买 跌的时候不敢买 接近520又担心520 你看在520前我就跟大家谈过 520前我就跟大家谈过 台北股市8000不会破 有没有 我跟大家谈过 8000不会破 8000不会破 你相信林田彦就对了吗 你看这个上来今天已经到达 8600了 已经8600了 说着说着已经600点了 已经600点 不管是个股或者是ETF 我们都交出量力的成绩 我们的股票每天都很强 我相信你看节目里面应该都知道 美系外资已经化得高清晰了 当然外资化了 你参考就好了 我认为机会是很大了 因为整个时间周期波 才刚开始两个多礼拜而已 还早 那都已经公到8600 距离9000就跟他吹400点而已 所以达这个机会是相当高的 这行情我只能讲说 只怕不押回 只怕不押回 押回都是买 那押回机会高不高 是蛮高的 因为量没有跟上来 往上推的动能一直都不够 所以随时都有蹲下来的可能 所以如果不是超强的股票 你不要去乱追 等押回再进 好 今天电脑展的第二天 这是电脑展的时间 台北电脑展的时间 从5月31号到6月4号 今天是进入第二天 哇 电脑展才刚开始两天而已 整个行情已经600点 你看最近跟电脑有关的 都在为电脑展热身 宏达店 有餐展的 宏基也这么凶 华硕 跟电脑展有关的 2356的英叶达 英叶达4938的合硕 甚至于2376的季佳 今天季佳也 今天季佳也涨了3% 这个都因为季佳 在电脑部分 甚至于在禁忌的部分 都有投入都相当深 那2377维星 这也是有禁忌跟电脑的部分 所以电脑展刚开始两天 这些相关性的股票 已经开始来动了 电脑展对股市 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是有一定关联性的 到底电脑展对股市 会怎么样走 这20年的资料都在这里 你上星期没来听 上礼拜没有来听演讲的 我们这个礼拜六 这个礼拜六是要补交易 所以礼拜六是要开盘的 那礼拜六晚上七点 礼拜六的晚上七点 我在台北厂 在台北有一场讲座 演讲主题 电脑展抢标股 电脑展抢标股 在这个礼拜六晚上七点 在台北 今天开始接受文学报名 报名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这是节目一开始 先跟大家报告的 好 那刚刚跟大家讲过 已经去六百点了 这行情只怕不压回 压回都顺买 你不要乱买 现阶段如果不是超强股 你不要再卖堆 去六百点 随时一个回马腔 机会都很大 所以不是超强股 你不要去乱买 那当然要买 你不要去买那种 跌生反弹的 很多跌生反弹 你看它强 够买够就死了 够买够就没了 你要买 你一定要锁定这种 高获利高成长低股 底部的股票 好 这天后给大家参考 这是我选股的 获利方程式 我一直都以这样的方式 来选择标的 你们都有目共睹 我金的股票 大家用很强的 我是很考虑基本面的 尤其不追高的 你看我用这种方式所挑的股票 我用这种方式所挑的股票 F6月 一路一直漲 一路一直涨 大盘跌 它都不影响 大盘跌它都不影响 一路稳扎稳打上去 已经50% 已经50%了 所以说你用这种方式 跟我一起来选股票 就对了 方法对了 你就会是赢家 新复发也是45% 45% 不是从最低点买 从我买的价位算 已经45%了 今天最高又来50.5% 即将再过新高 即将再过新高 随时会冲出去 这是新复发的部分 当然涨高之后我不建议你再追 你要掌握的是刚起涨的股票 我是告诉你 用这种方式选的股票 它的后市爆发力 就是这么的可观 就是这么的可观 你看台光电 我们五十四到五十七五的 大抵完成的股票 今天台光电 2383的台光电 今天继续涨 已经来到67.4了 已经来到67.4了 又创新高了 台光电光是这样上来 已经25% 已经25%了 25%我不觉得怎么样 也没什么 我们股票30% 40% 50%的比比皆是 那台光电虽然涨了25% 可是这个大抵才刚完成而已 你看它花一个月 两个月 三个月 四个月 五个月 花了五个月做的大抵部 不会只有半个月就走完了 不会 一般如果说以图形来看的话 它既然花五个月的时间下去整理 那么行情后面出来 至少会有五个月的规模 这个就像地震一样 累积月酒的能量释放出来之后 那个力道就会很强 那如果经常在震的 它能量一直在释放 行情都是短线短线短线 所以随时都在释放的 那往往都是一个小震 对不对 规模二规模三的小震 影响就不大 那这一次它既然会整理了五个月 你就不要小看它 台光电 这个基本面是超强的 今年没股破率最起码 还是会维持在7块钱以上 所以这是完真的 我们会员这里五十四 五十七买 我们已经立于不败之地了 但这种这种锅票 它的基本面跟它的图形 你要买OK还是可以 还是可以 押回找机会 押回找机会 上个礼拜我们积极安排规划的照例 过年前后做了一波40%的 上礼拜再度推荐 上礼拜再度推荐 我们4344买的 最低42块钱 你看今天照例 昨天涨停 354%的照例 昨天涨停 今天已经来到57.5了 已经57.5了 你知道照例这样多少了吗 短短一个多礼拜时间而已 照例我们的利润 已经高达34%了 已经高达 已经高达34%的利润了 已经高达34%的利润了 短短才几天时间而已 一个大概不到两礼拜时间 量这么的充沛 基本面部分我都跟大家谈过了 这个时候再来补充基本面 也有点晚了啦 可是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一下 五月营收 有机会再创历史新高 四月已经创新高 五月还是有机会 因为environment技术 打进苹果供应店之后 公司怕来说 今年一路旷到年底 公司旷一路旷一路旷到年底 当然 长到这个地方来 我不会建议你再追高 类伏你应该该同样 也应该是跟我们一样 我们是这里买 这里卖掉 这里再买 这里又喷出去 但这个喷出去 也不会那么快结束 你看喔 图形的部分你看喔 整理一个月 两个月 两个多月 发动之后 一个月 两个月 两个多月结束 所以整理的时间 释放出来 它会有一段时间的多头 那这一次整理一个月 整理两个半月 它释放之后 不会就这样结束 它会把这边累积的能量 给完全释放完 多头才会结束 所以估计这个多头走出去 当然航行大涨小回 大涨小回正常 可是整个时间 应该还是会有 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后边 还会再贴跌 但走到这里来 我不会接你再去追高 已经35% 这个就是我们用这种方式 我们用这种方式 选股的威力 找高获利高成长 低肥底部的股票 党党都会是这样子的情况 党党都会是这样的情况 我们现在积极的 全力在布局这支股票 我们现在积极全力在布局 这档个股 这档个股的条件 比照例更好 照例今年大概我想 今年可能会有五块钱 这家公司连续两年都赚八块 今年第一季就两块半 今年全年有十块钱的条件 股价竟然北比只有四倍而已 只有四倍而已 这种股票第一没风险 第二只要他发标之后 那个利润空间是相当可观的 所以照例你没跟上的 我现在全力在布局这支股票 你看从我讲完之后 我们回完44块钱 现在已经48块钱了 现在已经48块钱了 虽然说我们已经赚10%了 可是这个对我来说 才刚开始 才刚开始 有押回赶快让林德燕 带你上车布局 其实你要的只是一档 能够赚钱的股票而已 不是吗 只要一档最稳的股票 就足够满足 你进来这个市场的目的了 所以这支股票 千万不要再错过 我们现在全力在布局这支股票 千万不要再错过 千万不要再错过 你看布局底部的股票 茂林 茂迪 这个后市也都还会在涨 硕和这也是底部完成的股票 这些都是底部完成的股票 我们的操作模式就是这个样子 这种方法 你觉得不错的 我们一起来 加入我们的团队 专门锁定高货率 高成长低卑比底部的股票 长期你这样做 你一定是大赢家 你一定是大赢家 自尊会员只有两支股票 外加ETF 让你的操作简单轻松 把资金集中起来 让它效果发挥到最大 礼拜六的讲座 礼拜六的讲座 晚上七点在台北 今天开始接受月报名 报名专线 02-2321-9933 02-2321-9933 我们的影响主题 电脑展抢标股 先跟大家分析到这里 祝您操作顺利 本公司以往着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深深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